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是叫我只看 它可以滾 沒有 我跟你說 它是從空中飛到那邊去的 放到牆壁掉下來了 而且滴了好多東西 看一下 這棵位 剛剛有沒有看到 小黃 你看這裡面 那是什麼 裡頭呢 可是 家裡 可是不是沒有本嗎 對 怎麼會 怎麼會放那個東西在裡頭 而且這邊竟然有一個 好神功 共用神的神壇耶 就是那種 家裡在拜拜的 對 家裡在拜拜的 幫我祖先的 二樓竟然有 這麼大落差的東西在裡頭 你看 好 你別亂指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打擾了 我指錯了 是這樣 我剛剛指錯了 是這個 對 我們不要用這樣比 我們用這樣比 這個是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神番 對不對 好像是 就是那種 屬於那種佛祖的 桌子那方面的棉花 剛剛這個好像震了 原來這個是什麼東西 你看這個牌子 是公園的 不好意思 動一下 不好意思 動一下 可是這個是 石頭嗎 石頭嗎 是姓王 對 姓王 我起碼知道說 他們實在是姓王 你看他左右 兩邊都有 對 但是我想這個女孩子 應該不在這個客廳上面自殺吧 怎麼沒有再殺一下 就在質疑環境令人感到過協調時 簡明身後的門 竟然巧合的 有了暗示性的動靜 門 門 怎麼用 門 門 怎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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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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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們看一下而已 這個風太不可視 如果說是風的話 就太不可視 因為那邊有沒有窗戶 所以它從 它是從這邊 它是從 它是從 靠緊牆壁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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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走出去了是不是 它是不是這樣走出去啊 會是因為外景隊闖入 讓傳說中的亡靈 開始了異常活動嗎 讓我們架設DV 進行空情感應 好各位觀眾我們現在呢 DV8的空情事情已經開始了 那麼在這邊其實我們也知道 整個狀況是非常軟的 對 我們現在下來這邊呢 要看看這裡面的靈動 是否依然持續轉 而且我 我一直在注意這個門 因為剛剛好像是 戴上 那個女孩子 可能好像是 那個女孩子出來 然後把門戴上 然後 往這個大門口逃走 對從旁邊這樣過去 那種感覺 其實我會覺得很驚訝的是 我們一進去呢 它就一個像是 攻擊我們的一個盆子 這樣 就這樣掉出來 而且你沒看到 它是直直的飛過來之後 才掉到地上去 因為我看到它的時候 是在這邊這樣子 這樣 這樣跳起來那種感覺 這樣轉轉轉 然後就定在那裡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女孩子 應該是比較稍微 知書達理一點的 所以應該是不會去做 傷害人的動作 真是非常奇怪 而且我覺得在裡面 有 有這樣 不止她的感覺 嗯 因為還有另外一個好像 蠻兇的 對 有一個情緒是稍微 比較高漲一點 就好像就是 那女孩子是很可憐這樣 然後 就只有那種 在我們周遭這樣 哭啊 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們 對 她上次有事要透露的一拜 很奇怪 那很奇怪 它這邊明明是兩個那個 你說神範那種東西 對 很像五色神範那種東西 對 這個是正的 可是這邊好像是被人家弄 然後 弄很大的 對… 這很奇怪 應該是兩邊都是正的 其實神壇上面擺的東西 就怪了 就不是一般 我們會在神壇上面 所看到的東西 她好像都已經把神壺牌 都拿走了 都拿走了 上面堆寫有的沒有 欸 這是什麼東西啊 欸 是那個臉嗎 不是不是 是那個門把 這洞 哪有 我沒有那個門把的洞 是不是我看錯 畫面上的門把 真的有異常變化嗎 讓我們來仔細地檢查 好 好 好 現在為什麼我只發現 最大的人工信讓我們 在這邊 我是覺得你還超可憐 對 我覺得這裡面呢 都是她甜蜜 以及痛苦的回憶 一起在這個交雜的時候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打開了 怎麼剛好一樣 這個門打開啊 那個是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而且他是這樣立著這樣起來的 怎麼這樣 他剛才怎麼這樣飄 什麼什麼東西 哪裡 這邊 是不是 哪裡 門 門在動了 門關起來了 那會不會真的出來了 去看看好了 我們選誰一點 我們 你看啊 小黃你看 快走 進去看看 我們不要嚇著 不好意思 抱歉 冰箱在這裡 冰箱在這裡 我們整個是禁止的 有哭聲 一連串不可解釋的影像 會是現場給予感應的亡靈嗎 讓我們一一來解讀這些畫面 請注意左下方移動的黑影 請注意左下方移動的黑影 門的開關 門的開關 會是封造成的自然現象嗎 所有的活動 都像是有人穿梭所引起 身份的擺動力量會是什麼呢 眼見的你是否發現畫面上 另一個更驚悚的影像了呢 為什麼在這個神灘這個附近 會產生這麼多奇怪的現象 對啊 照理說應該是最聖節的地方 可是卻出現不可思議的現象 可是它上面並沒有神 就沒有神明放在上面 就是兩邊有神番 可是上面一直亂放一些東西 比方說我們剛才發現一個石板 那個其實是他們的姓的石板 被東西壓著 那就很奇怪 那個地方 屋子裡面風大不大 不大 真的不大 可是 真的不大啊 可是為什麼種種的跡象 好像顯示出就是有風的感覺 對啊 就是說如果沒有風的話 神番不會翻 翻動 如果沒有風的話 那個門應該不會關 可是我印象中 通常那種神番都是有靈靠過來的時候 它就會動 因為像我上次看人家招魂就是這樣子 很玄喔 那法師傑說 來了喔 魂來了 回來喔 結果那個神番就這樣 就開始動 對 就無風自動這樣子 對… 不停地擺動 你問老師是不是有這種現象 老師真的這樣子嗎 真的嗎 所以招魂番他們在使用的時候 才知道說那魂到底有沒有來 所以那個神番是告訴我們說 它來是不是 對 那所以我們一般就是說 它的番有很多種 那每一種它的使用方法不同 但基本上來說的話 如果它比如說那個靈來了時候 它就開始會有這個展現它的力量 可是老師 你才能夠知道 老師他們並沒有去招它 幹嘛沒事的 而且那個東西已經放在那邊那麼久了 還有作用嗎 老師剛剛講 神番有靈過去會動 對 那因為它跟靈有些連帶的關係 可是靈界的朋友 他進門出門 他不用關門啊 他為什麼不直接穿過去啊 可是你忘記老師講 他會有一些 就是說習慣性的動作 你平常喜歡做什麼事情 對 你開門關門 你都有那個習慣動作的話 對 或者甚至我開門 我去拜拜 然後上個箱或什麼東西之類的 就經過了那個 你說神看這個地方 我很認同 因為就像我那個外公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往生是不是都用聞的 就可以吃飽 可是他一樣回來會拿碗 就是頭七的時候 我上次不是有講過 就是習慣性的動作 對 他回來一樣會拿 生活的習慣 對 平常他用的那個碗 現場我覺得那種感覺是 女孩子的哭聲是害怕的 因為老師 剛剛有沒有看到那個門 我們剛剛看不清楚 可是現場看很清楚 它門好像是打不開那種感覺 就是對 它的門把一直這樣子 對 要打開然後打不開 是後來是慢慢慢慢才打開 可是我們就覺得說 好像那個女孩子想出來 然後沒辦法出來 我聯想到一個畫面 就像有的人 他是被刀殺死對不對 那他死後他就很怕刀 那像這個女孩子 他是被強暴的 那強暴他是不是對 男人都有陰影 然後剛好這集就是小炳去出 他會看到男人就特別害怕 所以他就會反而很緊張 會有一些亂象 就出現了 有這樣說法嗎 因為我在現場我快被嚇死了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 你去哪裡都會嚇死 你太被嚇死了 不過這一集 可是為什麼有女孩子的 小黃的表現是滿好的 小黃的表現滿好的 小黃的表現滿好的 平常小黃跟Amy一起出的時候 你大部分的表現得比較害怕 話也比較少 這次Amy不在了 就沒太多人講話了 你會不會擔心小炳哥 我覺得他真的那一天 也表現得相當冷靜 對不對 因為小炳真的很擔心 才不是 才不是 我只能說我那天靈動相當大 不過你最好不要常生病 否則你這樣生病完了以後 你別在詛咒我了 到時候小炳帶完班以後 他從哪天他也沒有空的時候 搞不就輪到我了 對啊 姜哥你要去 我可不要 我可不要 焦哥 你不是說你要出外景 好了 接下來他們會到 又來了 再進行其他的探勘 以及靈動的一些實驗 趕快來看看接下來 靈異最顯現的情傷幽靈 因為強暴陰影 而無法面對自己男友的亡靈 是否仍然徘徊在此 等待與情人應見相會呢 下一段節目中 更驚悚的靈動即將公開 我們兩住那邊